Hello 各位亲爱的会员朋友 Homely的会员朋友以及投资者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Homely Market Watch 我是MG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四 晚上的10点钟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大家比较关注的科技股 因为美债收益率继续飙升 已经到1.75了 那么科技股还能买买买吗 因为正好呢 我们在发现这个收益率飙升之前 今天整个科技股都还是领账的 在整个马股市场领长 受昨天的这个美联储 应该是今天美联储凌晨这个消息 对吧 这个维持现有的一个货币宽松的一个立场 并且呢也说不会去加息 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去等这个加息 所以呢目前来讲啊 这个美联储对于美债收益率这块呢 它也是没有有任何一个回应的 所以呢也是默认它的一个 很高的一个存在 所以呢科技股到底能不能够买啊 昨天呢在消息出来以后呢 其实美股是比较给力的 对吧 短暂的回弹了一下 尤其是纳指 但是今天还能独善其身吗 还能够再继续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太好的啊 我们可以呢 等一下简单来看一看 那么也会给大家啊 做科技股的朋友的一些啊 参考的一些啊东西啊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但这个视频呢 是供大家学习和啊探讨的 没有任何的股票推荐 建议和买卖建议啊 每位投资者需要注意我们的一个投资风险 呃今天还是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是KLCR的一个行情 的一个解析 第二个呢科技板块的一个解析 第三个呢 那如果科技板的资金留不住的话 它接下来会往哪里流 好我们先看一下指数情况 指数情况我们还是回到这张图啊 之前给大家去详细讲过 对吧 怎么去分析这个1627点 是现在的一个强压力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分析的朋友 可以直接拿红利软件的筹码分布啊 这边呢就能够看出来1627点 今天是站上去了啊 今天站上去了 但是呢呃又收下来了 今天盘中到1635点 但是呢又收下来了啊 盘位又又又又又又插下来了 那我在盘中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去给出到了支撑和压力位 对吧支撑的话是1627点 然后呢最好是稳在这个上面 如果往上走的话呢 如果到1640点会更好 1640点是这个位置对吧 这个位置能够踏实到会更好 今天最高收到1635点 所以呢早盘啊 午盘的话还是不错的 但是下午就回来了 然后在午盘里面 也给大家就提到了对吧 受影响比较大的 像昨天宣布的这个200亿令吉的 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 但是呢 他虽然是利好啊 像旅游这些复苏主题 比如说旅游博彩 航空银行消费等啊 但是今天的相关的板块呢 并不是特别的受到太大的一个影响 原来继续强的消费板 他还是强 并没有因为他呢 突然来一个什么加速之类的啊 然后呢像不太好的 比如说像博彩了 也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反应 航空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就是大马机场稍微长了一点点 然后这个AASIA呢 也是不痛不痒 对吧 AASIA的话 应该是没有特别好 但是旅游的话 你像这个更定呢 对吧 更定这些 他本来最近都是长得很强势的啊 今天也是长得非常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议息结果 对吧 宣布利率维持在0到0.25 时间不变 也不急于提升啊 也不急于提早去提升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需要去注意一下 不急于提早升息 就是减少大家对于升息的一个担忧 因为升息的话 肯定对现在的一个经济复苏是不利的 所以呢 把大家的担心给它打破掉啊 然后呢 再还有就是 看一下 还有一个 他又说三四月份啊 可能会进一步通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隐喻是这个十年的这个 美债收益率 对吧 今天我在五盘写的时候呢 它是1.647 1.646 现在我讲这个的时候啊 它已经升到1.75了啊 所以就等了半天的时间 这边呢 暗示国债收益率还会讲啊 所以呢 科技股 尤其是比一些比较高批植 在一段时间来 仍然是沉压的一个状态 呃 这是关于这个早盘啊 五盘也给大家是做了一个解析啊 中午的一个五盘 所以呢 关于这个指数情况来讲 虽然今天是变盘点 只能够说是一个小小的 对吧 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明显 盘中有一个波段 呃 还没有说真正站上这个1640点 我们说要站到这个1640点上去 才会进入到比较新的一个阶段 对吧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在缓慢的一个上升过程当中 呃 那这是关于这个指数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的一个情况 板块的话 我们说的是呢 这个科技领先 对吧 我们在五盘里边也给大家去讲了 那么 五盘里说的呢 就是这个科技微微领帐 对吧 这边是科技微微领帐 然后呢 收在中午的时候收在2.49啊 然后售盘的话2.5差不多 呃 主要有大科技带动 对吧 主要是大科技 这边讲的是权重股之类的啊 大科技 市值比较高的啊 基本面不错的这些股 然后还有工业板块微弹啊 这边看不见了 这个是钢铁股再次反弹 啊 其余涨跌不移 这也是在盘中给大家提示 大家也知道啊 下午钢铁股是涨得非常好的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来排在前面的啊 最多的是科技 第二个呢 是industry啊 但是科技很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反弹 呃 工业的话呢 一直是强势的状态 呃 比较多的是telecom 然后还有这些construction啊 上次我们有分析到了 对吧 像production啊 property啊 地产建筑 还有这些这个 呃交通啊 都进入到短期休息这个状态啊 所以呢 他们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但是是在上行阶段的一个回调罢了啊 不是说他这个上行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们刚说了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科技的一个情况 好吧 科技的情况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美股啊 已经开盘了 现在已经到下令时了 所以就已经提醒啊 已经提前一个小时 9点半就 我们就可以看到盘了 我看这个是纳斯达克指数啊 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跌了200个点了 1.77 对吧 纳斯达克指数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期指啊 其实没有开始开盘之前 我就看了他的一个期指是跌的更多的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期指啊 期指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看到吗 所以呢 其实是比较凶险的 看昨天来讲啊 就是昨天这边有一个大阳线嘛 看到吗 大阳线今天立马就是什么 滴开滴走了 现在还是属于红海一片的一个状态 看到吗 红海一片的状态 所以呢 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 因为毕竟的话呢 马股来讲 它的资金的性质或者是特点呢 它都是类似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资金 它本质是着力的 它的思维啊 都是会受到一些主流 资流资金的一些影响的啊 所以需要是注意一下 这是关于纳斯纳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会重点强调它 因为我们看一下道指的话 还是没有怎么跌 我们来看一下道指啊 道指在这儿 看道指的话 这个是道指啊 道指仍然是继续创新高的一个状态 看到吗 对它没有什么影响 最近纳斯跟这个道指 还有标普啊 分化确实比较严重的 还有道指的这个期货 它也没有跌 看到吗 期货也是属于高开高涨 虽然回落了一点 但还是属于收涨的一个状态 但是纳斯就不一样了啊 所以呢 跟这个美债收益率 还是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在干嘛呢 就是去寻求更加安全 获利更高的国债 而不是风险更高的 这个科技 对吧 股市的风险肯定更高 国债的话 相当于说没有风险 那谁不愿意做这种 又没有风险 又能稳定赚钱的事情呢 资金都是着力 都往那边流啊 那种股市流出去 到那个里边去了 所以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科技版的一个指数啊 这个是指数情况 那么今天呢 也收了一根 比较大的一个阳线了 那么看一下这个阳线 是由哪一些科技 现在科技股的话 其实分为两种派别 第一个是比较大一点的 对吧 这种权重性啊 市值比较高的 第二种呢 是那种可能 公司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被炒得很厉害的 就是也是炒一个 高批一直的这种公司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庄家这个拉得特别狠的那种 第二种呢 是属于庄家的一直是中长级高度控盘的股啊 这样子来看 庄家呢 我们去理解成大资金啊 大资金就是红色这个柱子 我们来看一看啊 之前我们在科技这边的话 也是画了几个图的 一个呢 就是这个大阴烛一半的位置啊 今天是基本上是过了 对吧 但是今天是第一天 它有没有可能再下来啊 有可能呢 一天突破不算成功突破啊 就像这一天一样 对吧 这一天也是一天 但是立马就下来了 看到吗 所以今天一天也不能够说 哎 它就已经进入到很好的一个上行趋势了 但是只能说 哎 比没有上也好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说了 还有几个位置 对吧 这个缺口的位置也是需要过 最终最终需要需要过这个位置的 所以呢 基本上还有两个压力位是需要是突破 所以在真正达到最后一个压力位之前 你都不能够说 做一个满仓操作 或者是呢 啊 就是太大的一个低息 对吧 你只能够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反弹 打一个反弹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个指数啊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财收益率啊 我们刚刚说到了 你看是1.72了 1.72 差不多1.75啊 又回落了一点点 然后呢 它往上走的话 最多是两个就比较恐怖了啊 这边有个前高点 大概是在1.95 那么1.70 离1.95 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有没有可能啊 呃 今天这个美联储里边啊 美联储公布里边 他有一句话说 啊 三四月份通胀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那么这边呢 啊 可能就指的是国债收益率可能还会涨 对吧 它到底能不能涨到1.95 如果能涨到1.95 的话 我们意味着科技股来继续沉压 而且是中长期啊 至少是有短期进入到中期的一个沉压了 而不是说 你去当简单的回调看待了 好 我们来 这个是我们的期货刚已经看得过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科技的这个60分钟图啊 60分钟图 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 那么什么样的反弹是比较好的吧 回回谈来 第一步是先过主线啊 上次也过了主线 但是他呢 立马就下来了 那么这次来讲的话 如果他下来的话没有问题 只要没有第一波主线往上走的话 仍然是有机会啊 所以我们看他能不能够撑住 撑不住的话呢 就是昙花一线 短线 结束吧 看一下这个科技股的一个排行啊 我们先按照这个 丈夫排行榜来看啊 就是从 这个地方 丈夫 丈夫排行榜 从这边来看 这个top gainers啊 就是科技版里面的top gainers 我们发现啊 再把这个市值也别标出来 市值标出来 我们发现呢 今天仗的比较多的啊 更多的啊 更多的是什么 市值比较大的公司 比如说DNO啊 还有UliSan啊 还有什么呀 这个VIS啊 JF啊 包括还有GreenTech Technology啊 MPI之类的啊 这个是单天的啊 当日的 当日的 daily的 这个是3月18号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看到啊 它是属于啊 今天的这个指数带动呢 是有这种比较主流的这种 大的这种科技来带动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是从市值情况来来做一个排名啊 就是它的Market Value啊 从它的Market Value来排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啊Market Value啊 这个市值最大的这个是Elari对吧 Elari往下排的话 我们看到啊 基本上都是上涨的 看到吗 这3% 涨的比较多的呢 是这个DNO 涨了7.9% 还有呢 这个也有跌的啊 Datasonic呢 这边还是在跌的 对吧 还是在跌的 还有呢 这个大杠也是在跌 但是它跌的很小 对吧 很少 还有呢 其实涨的比较多的啊 GreenTech 还包括Unisant 涨的不错 对吧 MPI也还可以 对吧 你看它都是 基本上都是微微涨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知道啊 今天谈的呢 是哪一些类型的股 但是谈的这些类型股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追啊 其实值得我们去进 因为毕竟是跌下来在涨的嘛 其实跟思路的 跟我们刚刚分析 科技股的思路是一样的 你要看它在哪个地方啊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盘中 午餐里边也分析了这个DNO 这个午盘里边的个股分析啊 是就是大家 也会分析一到两只股票啊 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股票 推荐的一个嫌疑啊 所以这盘中讲了 对吧 7204 这边也讲到了 这个利率对它的一个影响 趋势上升趋势啊 今天午盘的时候就涨了8% 后面回落了一点 但最终还是收到了7.9% 那么呢 它呢是属于 其实盘中的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 它这个青色套劳筹码消失了啊 今天是消失 但是后面呢 因为尾盘又掉下来了 所以呢 还是有一点点青色的套劳盘在里边 青色套劳盘就是 之前在上面追高了啊 被套的人啊 就是因为比较多 所以它显示出来了 红色就代表庄家啊 庄家资金的话呢 跟前一段比的话呢 就是很多了 对吧 就是一下上涨了很多 它是一个回调 结束的一个讯号 趋势网也有轻转红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去 大胆买入的时候 如果是正常情况啊 正常的年代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现在呢 因为是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米债水率这么高 对它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我们是打一个问号的 但是我们知道啊 本的一个原则就是 像这些股 它都是属于 基本面也是不错的 对不对 它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支撑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也摆在这里 就是它的PE值也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你需要去权衡 我觉得最明智的一个做法是什么 你就不要去做太多预测 你就跟踪它就可以了 不要对待有太大的一个期许 因为它也是中了现在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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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好的因素的里边之一 对吧 庄家的话 现在是74% 对吧 但如果它明天继续账 你就拿着 如果呢 它明天结束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出来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 嗯 我们还是要跟从 看看庄家 它怎么是处理这个事情 哦 这是关于这个千临四 它整个趋势还是上行的 整个趋势是上行的 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个 比较重的股啊 比如说依纳瑞啊 依纳瑞这个市值最高的 这个股票 呃 百多亿的市值啊 很很很很大 我们看到它呢 也是今天庄家回升了一点点 到47% 那么它呢 也是站在一半以上啊 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指数强了 指数至少中间呢 有一次触碰到了 它的没有触碰啊 今天第一天 但是这一天也可能呢 只是弹化一线 立马又下来的 完全有可能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要在这边做了的话呢 你要控制一下你的仓位短线 对吧 一直还有好几个压力位呢 对吧 好几个压力位等着你去突破 如果对吧 这边压力过了的话 你可以继续拿着 没有过的话呢 始终是短线操作 或者你就啊 换到其他板块是可以的啊 但是它长期来讲的话 目前是没有跌破这个黄色线 黄色线是啊 大概是中期的线 对吧 它中期的话呢 整个还是OK的 主要是在中短期里面 就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MPI MPI的话 今天仗的比较好的 对吧 也是超过这个一半的位置 没有什么散户了啊 就一点点散户了 呃 庄家的现在是53% 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啊 目前来看形态 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好的回调结束的一个形态 Frankin Frankin也是往回走啊 呃 也是 其实他的分析跟指数差不太多 这个JF JF来讲啊 他调的比较弱一点 之前每次调整 没有跌破黄线啊 但是这次他跌破黄线 跌到蓝色线了 蓝色线是半年的线了 庄家的话呢 也是差不多60 呃 不到50%啊 不到50% 反而散户的话 是接近50%的 散户是接近50% 所以你需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 他接近到这边的话呢 啊 你是不是需要 对吧 你肯定短期的话 就要出来了 对吧 如果你做 呃 一年以上的 或者半年以上的话呢 你是需要容忍 这个跌的啊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回调是没有 突破最近的 这个横盘区域的 所以呢 也是很小的 这种短线的机会 如果你是中线的话 是不值得 在今天是近的 UniSan的话 也是 它是调整稍微弱一点啊 然后我往回走 往回走的话呢 也是压力重重啊 压力重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UWC啊 UWC呢 它是跌下来啊 超跌反弹 但这个反弹的话 也是勉勉强强 到一半一半的位置 庄家是49% 好 那么对于这种啊 他们的形态都类似 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处理啊 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你要做的话 目前还是短线的一个思维啊 不是说摊平的一个思维 摊低成本的人啊 一般都是在上面 追高了啊 追高了 想到这边去摊低 那么现在仍然是 比较风险的 除非你只是做一个短线啊 我们拿DNO来举个例子 60分钟图 还是按照我们刚刚那个思路来走 对吧 那你现在是站到这个红色线以上了 站上去以后啊 调下来 可不可以调了 可以调 调的话不能够跌破主线 然后再往上走啊 你可以再考虑买 对吧 那如果它直接跌下来的话 你就做一个止损 这边一定一定要出来的位置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严格 按照技术面的一个计划去做啊 但是从整个技术面来讲 很多科技股员 它都是属于上升趋势的一个调整 但这个调整有可能是 一周两周 有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呢 完全是有可能呢 如果这个通胀 三月四月接着 就是这个美债收益率 接着账的话 它完全可能是一直在调整啊 这个是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呢啊 我们要做这样的心理准备 但是你就操作的时候呢 最好是有软件 软件能够很客观的去教你啊 它真的是怎么去走的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我们再看啊 像D-NEXT的话 刚我们看到 它市值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的话 也是一直有庄家控盘 79% 没有散户啊 虽然它今天跌了 我们看到之前跟他说讲过 这个跌的话 是很微弱的一个跌 对吧 都没有跌破台一半的位置啊 都是非常安全的跌 包括这个Data Prep啊 Data Prep的话 也是跌了三天了 那跌了三天来讲的话 我们看之前 每次跌的话也是很弱 对吧 这次来讲到 我们也可以以呢 如果短线朋友 对吧 你可以呢 去设一个止损位 就是呢 以这个蜡烛对吧 以这个蜡烛呢 去做一个止损位 为什么以它作为一个止损位啊 因为我们看到啊 对应的这个 这个 对应的这个筹码 对应的这个庄家筹码是最高的 后面的庄家是没有在创新高 所以呢 这个价格是一个短期的压力 它跌破的话 那你短期就出来啊 突破的话可以考虑再加仓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这个科技 那么如果我们在日线的话 你看8338 它也是有变轻 但是变轻都是在这个主线上方 所以你知道它这个条还是比较弱的 好吧 这个是关于这个科技板块啊 科技板块就讲的比较详细了 当然当然关于这个指数和板块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呢 会给大家去写一个午盘出来啊 呃 就是刚给大家去讲的午盘 中午 只要是交易日啊 中午会有 有的大部分是帖子 大部分 有的时候是直播 啊 这边会讲指数的压力 对吧 还有重要的消息 板块的轮动情况 还有了个股的一些分析 有华语版 也有英文吧 想要收听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发送 Homely Lunch到017-226-8356 想要收听到盘中的这个 更新的朋友呢 可以发送Homely Lunch到017-226-8356 好 这个是会员可以直接收听啊 非会员的免费体验两个月 有的时候的这个信息比较多啊 可能有一些会员给我发了信息 有可能会没有看到啊 所以如果你后面没有收到 可以再次给我再骗摸一下 好吧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部分 就是如果科技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吧 其实马股来讲的话呢 啊 除了科技的话 我们值得刚刚注意到第二个呢 是什么工业板块 对吧 工业板块一直是比较强劲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工业板块 今天的话又创了一个新高 这个是工业板块 对吧 都很强劲啊 庄家资金大概是在43%左右 对吧 保持这个状态 虽然没有做 做太高的一个拉伸 但是保持这个状态 毕竟它里面也是属于轮动的一个状态 那我在12月3号的时候 就给大家就讲过 对吧 工业板块的一个潜力 当时就是因为是疫苗的一个进展 就涨的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看12月3号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就已经在涨到现在都已经涨了好一轮了 好几轮了 对不对 12月3号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涨了一轮 调整一下继续涨 涨的一个过程 所以来关于工业板块呢 我们就是你需要去做好一个什么选股就可以了啊 你只要去做选股就可以了 在这里也范围选啊 把你的选股概率提高就可以了 对吧 你像这个啊 PA 这个是也是这个能源股嘛 对吧 工业材料股 那么它的话是145% 看到吗 这个是会员给我发的啊 145% 涨得非常好 今天Warren涨了快Limia up了 快30%了 母股的话也涨了接近20% 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他也说了啊 这个啊 这个能套利对吧 之前的话呢 可能有有有有赚就赶紧卖掉了 他说没有绝理 红利亚绝对留不住对吧 因为人都是这样子的 你要是涨了的话呢 他是在这个地方买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买的 这个地方买的 只要涨了完 涨三天就受不了了 我赶紧要抛了 老师跌了怎么办 你看这边涨了三天 横盘四天 没有软件的朋友啊 就基本上都是叮叮咚咚 叮咚咚咚 然后呢可能就出掉了 因为怕跌嘛 结果后面又来个高开 高开以后呢 又横盘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天 对吧 那这种的话 你还是很难受的 因为涨了以后 他不走了 那我现在是赚钱的状态了 我就赶紧跑吧 一般的国民都这么想啊 那这个会员的话呢 一直是拿到现在对吧 赚了接近快1.5倍了 那么他呢是 讲的是啊 没有红利觉得留不住 因为吗 软件能够靠住你 告诉你客观是怎么走的 庄家在里面的话 你用担心吗 不用担心吗 对吧 庄家在里面 就算这个地方啊 庄家有一点点减少 但是呢 他仍然是高度控盘 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洗盘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安柱 今天啊 钢铁轨长得很好 今天又占了个7.8个把钱啊 散户也是消失的一个状态 对吧 是非常好的 consumer是一直强 他也没有说因为 这个昨天的这个配套啊 一下暴涨这样子啊 没有对吧 就正常的一个上行空间 对不对 所以关于个股 如果有调完 再进的机会呢 你就不要错过 但是如果再仗着的话 你就等一等 不要随意追高了啊 比方这个啊 其实也是那天 会员给我发的 对吧 5099的话一直也是拿着这个状态 赚了100%了 对吧 就这样子的 所以呢 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如果科技啊 如果科技这个 这个是道指的吧 如果科技股 我们是做两手的一个准备 我们是做两手准备 而且这个是SQQQ啊 道指 纳指 在哪里 把单个纳 把纳指打出来 现在还是在跌的一个状态 跌了200个点啊 1.49% 啊 就是总结一下啊 今天就是如果啊 这个科技 对吧 他现在这个美债收入率的影响啊 如果科技 他有机会的话呢 更多的 他不是在那些继续高估值的一些股票 对吧 或者是就是之前啊 就是庄家拉了一下 拉很多的那些 没有什么业绩支撑的那些股票 对吧 你可以更多的选那种 啊 比较成熟心的啊 比较有支撑 又就FA跟TA两方面都好的公司 会更稳当一点 因为毕竟这里边的话 资金也是更安全一点的 那如果整个科技来讲 他没有说太大的一个机会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干嘛呢 就转换一些策略 把它放到复工股概念上面 工业呀 消费板块呀 里边对吧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就是啊 大家的话 在如果是放在复工股这块的话 还是那只话 你就注重好什么 选股就可以了 红利软件也有选股平台啊 直接拿软件选出 庄家第一天控盘的股啊 今天选出来是26个 都是非常好的不同板块 很多复工股概念里面都有 所以呢 有软件啊 有工具的话 就能够比较快速的挑出赚钱的股 还是能够让你在股市里边长盈 好吧 再次强调一下 现在呢 是需要凭实力赚钱的时候啊 靠运机赚来的 不学习 迟早会凭实力亏回去的 这样子的手套 已经给我们一个经验了 这一次的 这个科技又告诉我们 第二个经验了 你还要再 办第三次的错误吗 啊 不要了 对吧 你就赶紧加入到 软件来学习 把软件用好 来实现什么 稳定获利 那么你就能够 及时把握这个 板块轮动的规律啊 抓住机会 Homelysha就是教的你如何 凭实力赚钱 并且控制亏损 最终来实现 稳定赚钱的啊 我们也有这个配套 对吧 半年版 还有中式版都有啊 想要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发送 这个Homelyshafate 到017-268-356 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 查看你的股票啊 可以发送1 到我的WhatsApp 想要参加 Homelyshafate的公开课 我们在月底 3月27号 有一个大师啊 邀请大师 给我们来上课 2021年战略精选布局 教你学会如何投资啊 Master 0 那么在3月27号 有一个免费视听 3月28号呢 是会员专享啊 27号的视听 教你破局之道 洗牌还是出货 投资还是投机 会员直接参加 不用报名 非会员呢 你就发送 0327-017-226-8356啊 非会员报名呢 0327-017-226-8356 88个名额 抢完为止 好吧 第三个呢 如果你想要加入到 我的沃赛广播组啊 收听到Homelyshafate的 发送3到017-226-8356 好吧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的 分享的内容 如果觉得有收获了 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并且多多转发和点赞 如果想要收听到 我视频未来的朋友啊 可以呢 订阅我们的频道 Homelyshafate Malaysia 然后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收听到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Homely呢 在吉隆坡啊 在这个马来西亚有三间分行 总行分啊 冰长和新山 也可以联系我啊 来做线下的一个预约 好吧 017-226-8356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